有电话多 由于冲嘎村地处偏远 经济落后 原来一直不通公路 也没有通电 随着5100矿泉水公司的进驻 这里通了公路也有了电 冲嘎村的小学 也由5100矿泉水公司出资 进行了筹建 现在在学校什么时候建的 现在在一栋中 2006年 2006年 第1000年的话 第一质量 这样的话以前都是图建的房子 然后现在的话是跟 用那个水泥盖的 他说那个图建的话 就跟这个 那个时候才有几间房子 只有两三间 现在有七八间了 规模也扩大了 每年61儿童节 5100矿泉水公司 都会给冲嘎村的小学生们赠送礼 每年对于考上大学的孩子 公司还给予2000年的补购 公司还每年拿出五万块钱 设立了扶贫基金 帮助村里的贫困家庭 我是这样想的 作为一个企业 因为想的不仅仅是经济效应 同样也要有个社会效应 那么就是你在当地周围 这个口碑 那么就是说 怎么样让他认同 那么他会 你要让他感觉到 他给你带来 你这个企业给他带来的好处 那么他才能认同 2005年 当雄县的财政收入 只有400多万元 牧民的人均年收入 仅2400多元 自从5100矿泉水公司落户以后 当雄县的财政收入成倍增长 到去年 牧民的人均年收入增长了60% 截止到这个 咱们的财政上的很几个人 咱们一至八月份 光510矿泉水承 这个水厂呢 入库的财政收入 就是达到了 完税就达到1300万 这个和往前当雄的财政 相比是个什么概念 那我们08年 我们的当雄县的财政是 1485万 这两个数字比较 也就是说这一个企业 经了我们去年一年的财政 随着青藏铁路的通车 到西藏投资的企业 越来越多 据西藏自治区发改委的统计 目前已经有2000多家 内地企业到西藏投资 到位资金达180多亿元 对于整个西藏经济的发展 中央在政策上 有什么样的一种倾斜 应该说这种倾斜 是全方位的 而不是单方面的 就是说从去年开始吧 应该是全国取消了 这个什么农业税 但是西藏压根就没征收过 企业也是一样 企业的税收比全国 是低三个百分点 增值税还是所得税 都第三个百分点 当然这个我们企业发展了 我们税头也在不断地增 我们下期再见